仙殿的主刺身修炼法究竟有何来历 竟和石胸有关 众所周知 仙殿传人地冲修炼了一种特殊的秘法 被称作主刺身修炼法 十号之前打败的也只是仙殿传人的刺身 真正的主身远比刺身强 这种秘法是可以一个人分为两个人 也就是主体和刺身 但主体和刺身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 而且主体和刺身融合在一起后的力量也将大大的提高 但是要知道 这种秘法一开始其实并不是来自仙殿 而是仙殿从不灭圣灵那里学来的 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才成为仙殿传承秘法之一 至于月禅学会的主刺身修炼法也来自仙殿 而不是月禅所在的五天教 这是因为月禅很久以前就和仙殿传人地冲定了婚约 所以仙殿就把主刺身修炼法传给了月禅 此外 仙殿使用的秘法还不是完整的 只是一个残缺之法 如果这是一个完整的秘法的话 那么每死一次涅槃都会变得更强大 而且需要杀死主刺身和刺身才能彻底斩杀本体 因为不灭圣灵的真实身份 其实就是实兄之一婚红的后代 所以不灭圣灵所修炼的主刺身修炼法 才是完整的秘法 他的主刺身之前被镇压在夏季的布朗山下面 至于刺身则是躲在了上季的天仙树院附近 并且还伪装成了一个小门派昆仑的长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